中国是一个拥有上千年的历史和文化的国度 繁衍至今天 很多过去的文化都被时间给掩盖了下去 为了让曾经辉煌的中华文化 再度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 在近代兴起了考古这一学科 通过对文物古迹的发现和研究 再加上历史典籍中的记载 很多过去发生的事情能够再度地被还原 在研究过去的历史的时候 重要是通过那些留下过历史痕迹的建筑或者物品来了解的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很多过去古老的建筑 都因为各种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被破坏 因此 考古专家们通常会通过研究古人的墓穴 来还原过去的历史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 挖人坟墓是一件非常晦解 而且不尊重墓主人的一件事情 因此在过去 很多专门挖古墓的人 只能偷偷摸摸地干避免被人发现 遭人唾骂 而这些人就被称之为盗墓贼 然而 今天专门为了研究历史和保存古董中的历史物件而进行的挖墓 是在国家的批准下 正大光明的行为 早在东汉末年 就有政权专门允许的挖墓行为 当时的社会因为常年征战不断 无论是百姓还是政府 都非常的贫穷 而那时的魏武帝曹操 为了完成自己一统中原的梦想 必须有足够的军事战备能力 可是没有钱 怎么供养军人 又怎么能提供军队所需要的铠甲和铁剑呢 当时中国的墓葬还不流行火葬 而是土葬 并且随着主人的身份越高 越有钱 他的墓葬棺材中的金银珠宝就会越多 于是曹操就秘密建立了一个队伍 这对人马的任务不是打仗 而是为军队供给提供金钱来源 这对人就叫做摩金校尉 他们的任务就是在夜幕降临的时候 在古人的墓血中挖出一些有价值的金银珠宝 从而提供军需 在现代社会中 也有一对被国家认可的专业挖古墓的人员 他们被称之为考古学家 和魏武帝的目的不同 今天对古墓的发现和挖掘 是为了让历史更加的完整 让中国历史文物得到更好的保存 在1998年的福建省 考古专家在当地进行考察的时候 发现在山中有一块巨大的古墓群 这么一大片古墓群里面 隐藏着多少过去的秘密 里面又有多少历史文物 这简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面对这么一大片未被开采过的古墓群 专家感到非常的兴奋 这意味着他们的历史研究 可能就会因为这片古墓群而有了新的进展 从这片古墓群中 又将会有多少历史的信息 这类残缺的历史文化将会产生多大的帮助 这些有形的和无形的价值 让这些考古专家们立刻决定 对这片大山中的古墓群进行挖掘开坟 可是没想到的是 正男专家们准备对这些价值不菲的古墓群 动手的时候 却出现了一名女子 这个女子就叫做银鹅 这名名叫许氏银鹅的女人 并不是无端阻止专家们的开幕行为 而是因为许氏银鹅对这片古墓群 有着保护她的责任和使命 为什么一个普通的平民女子 却有着这么一个保护古墓群神秘的责任和使命呢 原来 这个名叫许氏银鹅的女人 其实是这些古墓的后人 而这些古墓的真实身份 也令人十分的惊讶 根据这位许氏银鹅女子的描述 这些古墓群 其实是历代西兰人的墓葬 而他们的祖先竟然就是西兰世子 自己的任务就是看护好祖先的坟墓 保护他们不受到外界的侵扰 听了这位名叫许氏银鹅女子的话 专家们立刻放下了手中的工具 决定尊重这位西兰世子后人 以及葬在中国的这些西兰后人 当时的许氏银鹅非常激动 生怕由于自己的过失 导致了守护了好几代人的墓穴 就这样被破坏 为了让专家们相信自己所说的话 这位西兰后人许氏银鹅 还拿出了自己家的族谱 通过族谱 可以看到许氏家族这些年来的发展历史 也让专家成功地相信了自己 虽然许氏银鹅只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 但是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父亲交代给自己的责任 如今为了保全祖坟 许氏银鹅也顾不得隐藏自己的身份 知晓许氏银鹅身份的网友们 纷纷称这位女子为西兰公主 为什么西兰世子的坟墓和后人 会留在中国的福建呢 原来是在郑和下西洋后 这位西兰世子准备返回自己的国家时 传来了皇族内部发生争斗的消息 而西兰世子当时在中国 因此逃过那次激烈的皇族斗争 听到消息后的西兰世子 决定就在中国定居下来 以免回国后又再次地发生争斗 就这样 西兰世子在中国福建世世代代定居了下来 为了生活方便 还改了姓氏 许名为氏 直到后来 因为家族中没有男子 为了延续家族 就让一个姓许的男子入赘 最后演变成了这个姓氏 当初的西兰世子 为了逃避皇族之间的血与腥风 带着自己的妻子儿女 在中国隐姓埋名生活了下去 虽然生活过得不如 在皇族时候的养尊处优 但是那些曾经的勾心斗角 和儿与我诈也一起地消失了 在中国 西兰世子能够生活得平和且幸福 这对西兰世子来说 已经非常的满足 西兰世子为了让后人 能够平平安安地生活下去 历代的西兰后人都恪守着家规 那就是为人要低调处事 身为西兰后人的许氏银额 就继承了西兰家族的这一家规 若不是这一次专家挖坟事件 想必他也不会将自己的身份曝光 其实这道理对于我们也是一样的 如果在生活中过分的张扬 就会树打招风 引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只有保持谦逊和低调 才能生活得更加的舒适自然 甚至还能结交到很多好友 这其实也是中国的一种古代文化传统 对人对视要知道谦逊 才能与人相处愉快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考古队长挖墓 中途突然大叫暂停 原因竟然是逃了自家的祖坟 在近代 很多古代的墓葬都被挖掘了 在最开始的时候 考古是非常不严格的 只要跟国家申请了 只要是以研究历史的名义 就可以随便开挖 这其实跟盗墓没什么两样 只不过盗墓少个名分罢了 不过到了今天 考古和盗墓已经彻底的分道扬镳了 而促成这个现象的人 就是郭墨若 因为他打着研究历史的名义 挖掘了万里皇帝的墓 破坏了定领 所以自此之后 考古队也不是能随便就考了的 比如如今在一些村落里 或者在施工现场 人们发现了墓葬 考古队才会去 他们不像以前一样 可以自己寻找古墓了 而且如果是古墓群或是帝王墓 只要一记达到了70%以上的完整性 国家是不允许考古队进行挖掘的 所以如今对历史的尊重 已经大于了对历史的研究 而自郭墨若之后 人们对考古专家的抹黑 到了今天也渐渐的变少 而在两年之前 中国的考古界发生了一件趣事 在湖南长沙 一个地产商正在挖地基 结果一块块非常完整的大石头都被挖了出来 石头上还有精美的壁画 虽然施工的工人们文化水平不是很高 但是也知道这是挖到死人家了 于是就赶紧联系了当地的文物管理局 于是一个名叫王文元的考古队长 带着他的考古小队来到了施工现场 在经过了勘察之后 这个墓葬符合被发掘的标准 于是考古队员们纷纷地忙碌了起来 可是就在人们都忙着研究的时候 王文元突然大叫暂停 就好像发现了什么很恐慌的事情一样 因为考古这个事情本身就有些吓人的 而王文元这么一声大叫 也下了众位队员停下了手头的工作 都来看这位队长 他们只见队长一直发呆 过了半晌之后 王文元痴痴地说 这是我家祖坟 众人听后惊呆了 原来这墓葬的主人名叫王世明 是清朝康熙年间的名官 而王文元的家部上 也记载过自己老祖宗的这个事情 那么问题就来了 考古队长刨了自家祖坟 这考古工作是否进行下去呢 王文元想了半天 说继续挖吧 只不过自己不参加挖掘了 后来他请求上级让地产商 不要在那里盖房子了 也得到了允许 想必王文元也是在 客敬职守和遵守孝道中 犹豫徘徊了很久 才做出这样的决定 不可否认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考古学家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点栏目